好,歡迎回到陳皮妹的頻道,繼續我們的搞理時間 我們有一個新環節叫搞理速報 不是我打那些搞理的片 講一下搞理的消息 這是不定期的片 有新消息就會組成 第一個要跟大家說的是 除了香港,台灣,大陸之外 新加坡,今個月18日也會開始有搞理玩 他們是用同樣的清單 不過是類似台灣的 是預印的清單 三星以上的卡片會有閃 五星的卡片會有透明 應該是紫色加上閃粉 透明的卡片 不能印刷 大家亦都像以前Twitter一樣 預備完所有的次序 打到這麼長時間,你就慢慢追上去排隊 我就覺得香港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隨機,不用猜 四百張卡片中 四百張卡片中 只有十張 只有十張 五星 機會只有2.5% 通常都是這樣 好,那 如果是新加坡的玩家 你有看這條片 可以看我其他打的影片 OK 新加坡的消息 我們就去到這裏 我們就說第二件事 好了 第二件事 想跟大家說一下 玩了這麼久 玩了差不多一個月 大家有很多卡 如何收藏 有幾個方法 叫坊間 有些小朋友 喜歡買一本大的卡片 全部進去 我就覺得十分不方便 拿這麼大的卡片 官方就有收藏盒 這是台灣價錢299 即是香港70-80元 裝到20張 我看到有些小朋友都有 鄰近地區的網上購物 那些網站都可以購買 當然會便宜一點 另外一款就是 大盒一點 可以裝到80張 三四八一就是這個 日本的網上的價錢 但已經出現了 好大盒 類似四驅車的 工具盒 改裝過 改裝過之後 可以放80張 另外有個位置放save卡 香港就沒有 無關事 鄰近地區 大概 我看過大概 差不多要成 舊水 一舊水 才可以買到 百多元 一舊水 亦都很大盒 我亦都不建議大家買 另外 昨天去日本城 找到一個 12.9 十分之便宜 12.9 十分之便宜 可以裝到 大概38-39張 視乎你逼不逼 一盒 我覺得這個就是 挺好的尺寸 亦都是便宜過你玩一局的價錢 對 12.9 十分之便宜 那 自己去找 你自己去找這個盒 可以兩邊開的 有大邊和小邊 那你自己開到 覺得這個適合 適合就去買 這些通常 如果大家有看影片 一會兒就搶了 好過大本寶 放在家裡 或者放在袋裡 出去玩 比較方便 那我就不是工商片 純粹我覺得 剛剛好 因為我找了很多不同的客人 我曾經見過有人用 這個 無人糧品盒 但我買回去 覺得是不適合的 但我沒有用 不知道他在哪裏找那個 無人糧品盒 大家有興趣 就去日本城找 12.9 有不同 他這個牌子有不同 尺寸的 我自己找一個 帶一張卡去試試 好 還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說 好 話說上個星期開始 在不同的店鋪 看到有 小朋友 或者大人 都開始用一些 叫做Promotion卡的東西 我們還未出的 香港還未出 但他們正在使用 再問問他們 這些是什麼卡 他們就說 淘寶買回來 鄰近地區的購物網站 OK 問他多少錢 然後就說 十幾二十元 那就是差不多一局的價錢 這些是我看到 問他拍的 很明顯就是 十幾其九 一定是這個 導彈卡 不建議大家使用 不建議大家使用 因為這些卡 未來活動 香港都會有 我給大家看看 卡列列 大家研究一下 好 這個就是 國際版的卡列 由 大家應該有 朋友應該有 比卡超開始 然後有些 迷你Q 香港還未出 噴火龍沒有 其他都沒有 斑吉拉 看到有人使用 另外還有 哪隻 魏咒師有 剛才那張照片 另外有 波爾凱利恩 有 那些 店舖活動 打回來的卡 另外 還有 魏咒師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 那張是 傳說魏咒師的卡 我看到那個圖案是 即是接下來一月出的 那張遊戲 那張卡 為什麼會一早有呢 我就不明白了 另外 其他還有一堆 一堆 當然 下面那些 越低那些 就會越好 越好用 不過我不會建議大家 去買這些卡 香港營運方面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 我就覺得 你應該暫時 先禁掉那些 如果你做到的話 如果不就 沒有什麼 你覺得沒問題就沒問題 不過我不會做 另外還有一張 就是 基格爾德 對 你看到 早幾有 拍到兩台 都在用 這些 導彈P卡 兩個都是 OK 左右都在用 基格爾德 應該是日版才有 這張卡 我 國際版應該還沒出 我看到 那個圖案是一樣的 另外 班吉拉就是 國際版有 都是這樣打 幸好 香港就是 Print卡 不是用 預印的 對於玩家的影響 就會比較小 如果你的預印 又能打得贏的話 足夠的五星機會 應該會更多 所以 所以 不建議大家買了 對 也不建議大家去 鄰近地區的網站 去圖 這些 導彈卡回來 影響這個遊戲生態 那麼 官方覺得有問題 就自己 去處理 我個人沒什麼意見 你要用就用 我自己 就絕對 不會用 對 就這樣 好了 這條片 就到這裡 再一次 歡迎新加坡 加入 加坡 的行列 18日開始 你們便可以玩 如果 再有什麼 新的消息 就再跟大家 分享一下 消息 如果大家喜歡 影片的話 就按LIKE 訂閱頻道 訂閱頻道 追蹤IG LME 致講 今週 亦有一個 我打的嘉莱裔影片 終於有 終於有 五星 足 力盡千辛萬苦 希望 今週 六 又可以再出到 好 那 下一條 嘉莪裔的影片 回來 再見 拜拜